来,我们先看那个晶纬度,地球,地球的中心轴,对吧,然后我们先看晶线,一个直五线,直五线,固定了零度,英文叫longitude,记者啊,英文叫longitude,SPM有了啊, 晶线,叫longitude,所以它有很多条,地球大圆,这个是大圆圈,那我们看,它的零度这边开始,往这边走,往这边走是东,东京,我们讲东京,这个东京二十多,二十度一,我们叫一就是East,四十五度一, 五十度一,六十度一,八十度一,一百度一,七到一百二十度一,一百三十度,等等等,七到一百八,没有了,一百八是半个地球了,回来, 往这边走是西,西进二十度,三十度,四十五度,五十五度,六十五度,八十度,九十五度,一百零五度,等等等,到这也是一百八十度,所以西边也是一百八十度,东边也是一百八十度, OK,我们再看,Equator,车道,零度,往上走就是北纬,这是纬度了,刚才是金,金度嘛,那是纬度,零度,往上走北纬, 十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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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,四十,五十,等等,到九十度就没有了,北纬九十度, 同样道理,同样道理,在零度以下就是,以南的,南纬五度,十五,等等,也是一样到九十度, 假如我放在南,北纬三十度,像我再有一个金线,东金三十五度,北纬三十度,所以这个坐标点,这个点,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坐标点,我们在地球上每一个点都,都可以找到它的角度,金度和纬度, 所以就可以描述到这个地点,每一个地点都有它的坐标,南纬一,十十,三十,八十,这是西京,一百二百四,所以,当你看到这种题目,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坐标点的, 感谢观看